继续吃美食 这么冷的寒流天气 就是要让全身暖暖的麻辣锅 变红麻辣锅散发微热蒸汽 让人全身暖乎乎 不止麻辣还多了原住民的胡椒 马糕 衬托中药香 牛小排酸两下 还有大量海鲜 海鸭龙虾下锅 表面吸附辣油 充满鲜味 美美的鲜柯也变麻辣 马糕 花椒还有灯笼椒 干辣椒大量中药 不加油小火干草 才能煸出香气 却不苦 倒进牛骨干草 等中药熬煮了麻辣汤 发味立刻穿入鼻腔 放进蒜头一起煮 吃来浓郁 却辣得温和 其实加入马糕 我们把那些中药的味道 更容易凸显出来 然后加上我们在干锅里面 再变香 味道更容易散发出去 除了热辣烫的麻辣锅 梅香土鸡锅 放上笋片 香菇 还有大量脆梅 大火滚煮 有口感的脆梅 和鸡汤里的紫苏梅融合 酸香滋味 让鸡肉出来更清爽 喝来还会回甘 我们有两个梅 一个紫苏梅的汤底 然后再来一个 用脆梅的梅子肉 去做的一个梅子鸡汤 还有少许的中药干草 然后就吃下去喝下去 整个很舒服 有一个为甘的那种感觉 还没有报道火锅业绩翻倍 是不是在火锅里玩创意 吸引民众来尝鲜 女士文家们公众议到